从农村穷女孩奋斗成为在华盛顿拥有千万美金资产的三个金发浑血宝妈系列 二、考上清华大学前的高中奋斗生活和用清华大学奖学金资助失落的高中同学复读后考上中国科技大学 我叫Kelly 中文名是凯莉 我把奋斗的经历分成理几个系列 易于大家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系列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和点赞 我的奋斗经历就像心灵感悟 就像贝壳经历了许多了磨难后成就了珍珠 心灵感悟和正能量就是我们生活幸福的珍珠 我是来自山东农村女孩奋斗成为今天在美国华盛顿拥有千万美金资产 的三个混血金发小孩的宝妈 我非常乐意分享所有的心理历程和奋斗经历 激励大家所有的人一起奋斗 分享是一种美德 就像一个灯塔 可以给无数需要帮助的人带来希望和温暖 我现在在华盛顿当银行会计师 我先生是犹太人在大学里当教授 由于平时银行工作的原因不方便露面 我今天就一方面请大家欣赏全世界富豪生活的画面 一方面听我讲高中三年考上清华大学的奋斗经验 考试技巧对美国各类考试是相同的 以后我也会讲我在美国高分通过美国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经验 同时我希望告诉年轻人和小孩英语 口语非常重要 我在频道里会每天上传几分钟世界名人演讲或自传得纯正美式口语的视频 希望大家每天一起学几分钟纯正美式英语 从高中开始我保送到现诚意中 我就开始了在学校的季度生活 由于大家都十分优秀 所以学习竞争也十分激烈 大家都希望高考时能考出理想的成绩 基本周末也不休息 做许多考题和试卷 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有三方面的启示对千万将来参加高考 以及美国各种资格考试有所启发 第一首先准备高考考试知识点归纳笔记本 从高一开学那天到高考结束有三年 如果从高一就开始针对高考考卷 领悟高考考卷的知识点 把高考卷涉及的知识点每张吃透和融会贯通 和列出一个文档 这样到高三时就比较充实 也不会到高三开学就着急高考考试日子太近了 我记得当时班主任每天多会在黑板上写距离高考有多少天 我从高一开学就在书店买高考的模拟考试卷子和以往高考考试的卷子 每周两天分析这周学到知识点中具体哪些是高考会考 会怎么出题和在笔记本上记下考试中的几个例子 如数学语文英语以及文理综合科多分别准备本资和记录 现在学到知识和高考的考点和高考例题 同时经常预习和复习高考的考点和涉及到的解题技巧 第二许多高中生和父母非常重视期末和期中考试成绩和排名 我觉得平时把知识点多整理好以及融会贯通 考试成绩自然会不错 我基本在年级排名前五名 关键是通过平时考试检验自己学到的知识 全国各地几百万学生参加高考 只有高考分数才有真正意义和实现人生梦想的跨越 其实平时的期中期末考试名次不是非常重要 高二时进一步加强和提高知识点和分析高考要达到哪个水平 才能在高考中获得好成绩 我也不断利用寒暑假去复习和进一步预习新功课 和总结高考更多的知识点 我会不断反思自己的大脑掌握知识点到哪个程度 我这样就非常善于举一反三 到了高三 我基本自己在笔记本已经总结出了高考的考点 和大概会怎么出题和用到哪些知识点解题 高三的生活非常紧张 我觉得心态放松非常重要 我最喜欢打羽毛球了 同时也非常感谢我高中的好友娜娜 每天多陪我打半个小时羽毛球 这样让我大脑吸收更多新鲜空气和记忆力更好 我周末也喜欢看心灵鸡汤的书籍 基本每周末能用两个小时的时间看一本心灵鸡汤 做任何事情心态非常重要 心态决定命运 遇到在苦难的事情也多想想生活好的一面 生活的态度总是充满阳光和正能量是最重要 我有时高考模拟考试没考好 可能周边同学和老师多为我着急 我努力发现自己哪些知识点还存在薄弱环节 以及分析和总结其他章节是否落掉的知识点没掌握 利用周末时间充分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体系 后来高考的红榜出来 我是县诚艺中唯一考上清华大学的 还有许多同学也考上了重点大学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好友娜娜刚好考上山东的普通本科 后来在大学里我一直鼓励她好好考研 后来我考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我好友娜娜也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 后来她在北京大学留校当了助教 和在北京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生活 第三在失忆时心态一定要好 另外还有一部分同学由于高考发挥失常落榜了 我当时有三位同班同学发挥失常落榜了 还没有达到本科线 看到我考上了清华大学 他们却没有大学可读 他们哭着找我帮忙 毕竟大家多基本来自农村 父母对每个县城一中的子女就赋予了非常重大的希望 希望他们考上名牌大学后改变人生的命运 我劝他们别去外地打工 同时帮他们劝说他们父母同意让他们继续复读一年 他们父母见我考上了清华大学 和见我承诺帮助他们子女明年考上名牌大学就答应让他们子女继续复读 特别是有一位单亲家庭的同学家里实在困难 拿不出资金来复读 我还把我考上清华大学的一些奖学金供我同学复读 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 我把高中三年的知识笔记多复印给他们三个 和周末去超市打工赚零花钱支持我那同学复读 那时候大家还没有手机 同时每个月我给他们写信和鼓励他们好好读书 和邮寄一些资金给他们 同时他们复读班上50个同学后来经介绍多认识我 许多同学陆续写信帮忙 我多大方的帮助他们 清华大学第一年寒假回家后 我多去那补习学校帮助他们解答疑难 和帮助他们许多同学提高学习效率 我同时也发现许多高中生高考没考好 主要是没有从高一开始重视起来 知识体系结构不是非常清晰 我告诉他们努力建立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 每次作业和模拟考试后总结知识点 然后把知识结构体系建立得更加灵活和完善 下一次再考到类似的知识点就非常容易解答 我记得高考数学和生物以及化学物理 我基本快得到满分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 我看每一道题 我多能马上联想与这题的相关知识点 和以前做模拟题时用到的解题思路和技巧 经过大家的努力 终于到第二年高考努力结束后 那三个同学分别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 以及中国科技大学 他们补习班的其他所有同学多考上了本科 他们很感激我的帮忙 我更为他们考上大学和有更加美好的人生而非常开心 我觉得好友的支持和帮助真的非常重要 就像心灵的深处的阳光一直温暖和感动我们 让我们的明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另外我还想谈谈高中生恋爱的事 其实一起学习就挺好 我那高中同学中有三对成立了家庭 但基本是大家考上大学后过年回家举行 在举行同学聚会慢慢发展的 原来在高中时多是天天梦想开上名牌大学 在此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有情人终成眷属 有情人终成眷属